大家好,我是美国Virginia University of Oriental Medicine,翻译成弗吉尼亚东方医学大学的二年级学生。 今天就从一个学生的观点来分享一下在美国要开中医诊所行医的过程。 要想在美国行医,首先需要在一所由美国教育部的ACOM, 就是针灸和东方医学认证委员会所认证的学校得到硕士以上的文凭。 目前美国已有74所中医学校得到了ACOM认证。 我呢,是在华府地区学习。 华府地区包括我这个地图上东南部的首都华盛顿, 北面马里兰州的西南部,以及南边弗吉尼亚州的北部。 在这整个区域,尤其在南边北维州那里, 韩国人开的中医诊所数量可能超过中国人开的了。 我的学校,简称VUOM,就是韩国人办的。 从老师到学生,可能80%都是韩国人。 因此,你们听到的这些中医机构名称强调的都是东方医学而非中医, 这主要是为了照顾到这里的韩国人, 但其实指的就是中医。 华府地区的另三所得到ACAOM认证的中医学院, 一个在北面的马里兰, 另两所都在南边的北维州, 是处于我们会细称为韩国城的区域。 那里韩国人实在太多了。 我的学校VUOM算是中等水平。 美国、加州和纽约这一个东海岸, 一个西海岸是聚集了名望最大和数量最多的中医学院, 但即便如此, 每个周末还是会有学生特地从纽约坐四小时大巴, 来我们学院上一两天课再赶回去。 这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学费低, 而教学质量也还可以。 来的中国学生多了, 我们学院就总算从今年春季开始, 有了完全用中文教学的硕士项目, 但仅限于周末。 多数的课程还是以英文与韩文教学为主的。 现在我们学校正处于秋季学期, 可以给你们看一下这学期学校提供的所有课程。 蓝色的是以中文教授的, 紫色是以韩文教授的, 但绿色是以英文教授的。 大家可以看到中文的课最少只有九门, 韩语的课有十九门, 而英语的课是最多的有二十二门。 我们是一年四个学期, 一学期十周, 每学期之间休息三周。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学校附近的环境。 这是我们学校门口的十字路口。 左边是一个购物中心, 里面有超市商店和饭店, 学生经常去那儿吃饭。 然后右边这里也是一排小店。 再往里面, 进去就是我们学校。 这是进到停车场了。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学校, 就只有这么一栋楼。 据我所知, 美国多数中医学校和大学一般都只有一栋楼。 学校里面有正常的教室, 但一般所有中医学校也同时是对外开放的诊所, 便于学生实习。 这是我们学校诊所里面的一个房间。 这里正好拍到我们的一位老师正带着三名实习生在给人看病。 这是我们学校搞的一个给人义务看病的活动。 这里拍到的是同一个老师在给人看病。 为了普及中医, 美国的中医学院经常会选一个周末或节日在外面搞这些活动。 我们学校基本上每个月会有一次。 在这样一所被ACAOM认证的中医学校毕业后, 就要去考美国NCCAOM, 就是针灸和东方医学国家认证委员会所举办的针灸或中药考试。 拿到了这个NCCAOM考试合格证书, 才可以申请针灸或中药执照。 针灸和中药可以分开考, 也可以一起考。 针灸与中药的执照也是分开的, 因此这下面显示有三种考试可以选择。 而美国还是以纯粹拿针灸执照的为多数。 并且一般美国人若要找中医看病, 习惯性用的词是acupuncturist, 也就是针灸师。 美国现在到底有多少针灸师不好说, 网上缺乏具体数据。 我唯一找到的是这个由北维州的一名针灸师。 在2009年做的一次调查, 说是那时美国就已经有五万针灸师了。 而针灸师不像西医, 很少合开诊所的, 所以2009年就有五万针灸诊所, 现在只能说远远不止这个数了。 这里可以看到2015年美国中医学院就有1792人毕业。 在华府地区, 现在基本上每个小城镇必定至少有一个针灸师, 而东方人稍微多一点的城市平均有二三十个针灸诊所。 据我听说, 那些在加州和纽约的大城市基本上已经饱和了, 很难做起来, 反而是我们这里的城市虽然针灸师已经不少了, 但还不算太多。 在这里的针灸诊所还是比较容易赚钱的。 这里也可以看到, 针灸师在2015年平均有七万多年薪, 而一般美国老师的年薪才五万。 年薪提高, 学中医的人数越来越多, 这和中医在美国越来越受主流认可有关。 例如, 针灸治疗已被美国大部分医疗保险公司纳入保险范围, 尤其这里的Federal Employees, 就是政府员工, 他们的医疗保险是覆盖针灸治疗的。 美国军队也开始投入对于针灸的研究, 希望能为军人提供更好的治疗方式。 还有就是如菲尔普斯, 这类名人参赛中身上带有八冠的印痕, 也让中医一度成为了这里媒体的焦点。 这些因素中应该还是被纳入保险范围是最关键的, 因为我认识很多白人觉得被保险覆盖, 只需要一个挂号费, 对他们来说就是不要钱的, 所以他们没事就会去找针灸师扎几针, 这样一来针灸师通过保险报销就能赚得更多了。 针灸赚钱连带着和中医最密不可分的太极, 在这里也很赚钱。 美国所有中医学校的课程都包括基本的太极和气功课, 主要是讲解太极和聚细导引的基本原理。 中医学院之外, 华府地区的太极拳馆不下十多家, 多数都是热爱太极的外国人在中国拜师后 又回美开馆授图, 这些拳馆有阳氏、城氏、吴氏, 但最普遍的还是郑曼清的三十七室。 因为最初移民至华府地区的华人, 多数都是台湾人, 而郑曼清师承杨城府, 四九年后就到台湾了, 所以华府地区至今最常见到的太极套路 还是郑曼清的三十七室。 就连我们中医大学的韩国老师 教的太极也还是这个套路。 这里最著名的太极练功与推手的场所 是马里兰的陈聚太极纪念广场, 位于贝塞斯达的Cabin John区域公园。 这个广场是陈聚的太太张琼琼 为了纪念先生而建立的, 陈聚一身致力于传扬至曼清的套路, 他过世后就由他的太太继续主导教学。 基本上华府地区的所有大型的太极活动 都会在这里举办, 平时周六上午也总会有不少人在这里练习推手。 偶尔来的高手中, 有一个白人Jeff推手特别厉害, 他是谢炳灿的传人, 而谢炳灿则诗成副中文, 所以这里副中文的传人是有的, 只不过要低调的多。 这是陈聚和当初建立的无为太极群舍, 现在是由他的太太接管。 最后放一个六年前, 这个广场刚刚建立后的一段视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参成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행价格 приним光申请 zehn樱桁